武漢肺炎扩散全球台湾对内严守疫情 不过有日本研究发现 新冠肺炎已经出现的无症状传染 台湾这回的防疫挑战是否超越SARS 事实上个案不多 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容易传染给其他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无症状传染力的强度如何仍有待评估 不过近期日本跟新加坡陆续出现的社区感染现象 接下来台湾医疗量能是否足够应变 先前专家小组就已经决定扩大社区的筛检 那过往是只有接触室旅游室 而有一些症状的个案我们会去做筛检 那可是现在我们的策略是除了这些个案以外 其他的一些不明原因的肺炎 或者是有任何的群聚的现象 甚至医护人员得到肺炎 我觉得我们大概都会去进行筛检 那更掌握社区会不会真的有 我们不太清楚的一些个案出现 我们的所有的医疗机构 可能要加强对一些病患的分流筛检 我想这一块也做得很好 那再来就是拜托国人要确实要 要大家帮忙遵守规则 该居家的就不要跑出来 呼吁国人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定 面对这波来势凶凶的武汉肺炎疫情 台湾拥有2003年抗SARS的惨痛经验 期盼这次能顺利度过难关 新唐人亚太电视 王国宁宙团队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王国宁宙团队